后时密集的环状云层好像随时都会压下来 令人胆战心惊 二级飓风意大利亚的外围环流 已经接触佛州的陆地 佛州迈尔斯堡的海滨餐厅战桥 已经沉浸水底 连内陆街道都淹水 以北的圣彼得堡还测到风速56公里阵风 CNN气象预报显示 目前意大利亚中心气压为966毫巴 风速来到每小时160公里 风暴威力和风速都在增强 预估当地周三将会升级为三级飓风登陆佛州 加上这几天旧市超级蓝月可能引发天文大潮 美国气象专家也说 坦帕湾与大湾地区恐怕会出现4到6公尺高的风暴潮 意大利亚的威力有多强 古巴人可能更清楚 我已经住在11年了 我从来没有记住水是这么温暖的 那是你能够到这种力量 它能够剃掉一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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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尽管意大利亚已经离开古巴 当地还是能感受到强烈风雨 街道淹水高到居民大腿还没退 还有更多居民受困家中等待救援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